哈囉 各位好 我是Rayman 鐵篷子 大家一起來玩手機 這個 iPhone呢 很多人會覺得說 雖然很多有串流影片的方式呢 根本好像不需要 學會什麼研究什麼把影片 影片丟到手機裡面來 因為不用串流就好 其實你錯喔 有些時候我們 自己檢討片呢 我們不想要 我們不想要連到 那種串流 像YouTube那種 那我們可能 或者是可能去有些地方呢 它沒有網路 你必須從手機裡面 直接播 沒辦法使用連接的部分 因為我們要直接播 不用在那邊讀取 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必須把 煎好的影片呢 透過 iTunes的連接呢 把它傳到你的 手機iPhone裡面 好 那這個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我們點到我們的iTunes 那記得你的手機必須接上去之後 按下信任這一台裝置 好 這部裝置 那信任 你這邊就會出現喔 如果你的清單那幹嘛的都會出來 好 那我們要點選 檔案 裡面的加入資料庫把它加進來 好 那我們找到我桌面這裡 這一個 這個1030這一個 這一個我要把它加進來 好 那我把它加進來 我點這影片按按打開 好 打開之後呢 它就會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 然後 你一定會覺得說 我點到影片 怎麼沒有東西 沒有 它放在這裡 家庭影片 它放在這個地方 就放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影片是我要放進來的 右鍵 接到裝置那你們 然後它就 轉過去 背一下 讓它跑完 然後 OK 好 然後看一下影片 好 這邊 進來的 在手機裡面囉 好 那 接下來就可以去手機裡面看囉 好 以上呢 就是IOS 13 如何把你的 影片加到iPhone手機裡面 影片加到iPhone手機裡面 好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請幫我訂閱跟按個讚 再麻煩你們啦 好 謝謝 是